每週五晚間九點 就在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為連神歡樂送 等你喔 Good job 11點熱炒店最高差 不嗆 不辣 不上桌 今天要推出的熱炒店的主打菜 這個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一般這種菜應該不會在熱炒店出現 對 好像是 對…它是 你知道棺材板長什麼樣子嗎 為什麼 你吃過嗎 我知道棺材板 就長得像一個… 棺材 對 還拿美食 它特別要推出棺材板是有原因的 因為呢 我們每個人在職場都想要 好 那升官發財呢 不是呢 光說就可以升官發財 必須要懂得職場的什麼呢 好 所以生存法則的分享 變得非常重要 我最喜歡聽這些故事 因為呢 這個人在江湖啊 就是需要一點這種你知道 手腕 眉眉嘎嘎 油的眉的 你知道要會看臉色 這樣嗎 對 就是你知道 要在縫隙裡面能夠參差你的一些智慧 你知道嗎 你的一些能力 對 可能有一點美色可以幫助你 我不知道 可是現在應該是以這個能力為主 沒錯 也不一定啦 就七分能力 三分還是要靠一些方法 方法 對 你如果傻傻在那邊做事 眾人太多了 那為什麼你始終不會成功 那就是… 要有人緣啦 很多成功的秘密呢 是人家不會傳授給你 對 為什麼要讓你成功 節目不嘗試 今天那一次大公開 看完這集節目 如果你還不成功 我也沒有辦法 你只能怪你自己 我們換一天的來賓 這個在座都是我們職場成功的人士 所以聽他們分享呢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有吃虧被衝康的經驗嗎 太多了 太多了 有嗎 誰要先講 因為其實我當記者當了11年 那中間當然都在電視台啦 中間有做過記者也有做過企劃 所以我受的冤屈也很多 我大學一畢業也是進電視台 電視台好像 對 然後當那個節目助理 節目企劃 那我那時候應徵的是 這個旅遊節目的企劃 就安排一些行程啊幹嘛的 結果那時候剛進 就是因為那時候 涉事衛生人很單純 像一隻小白兔 那時候大約幾歲的時候 就是大學畢業22年 然後一進去 那些攝影師啊 什麼資深員男生 看到我眼睛一亮 會耶 每個都忙著追求我 那個皓如 然後我跟妳說 小時候 那個絕世美 現在還是好不好 妳光看她老公長這麼帥 那她怎麼可以嫁給這麼帥的老公 她是她老公啊 要不然妳以為她是誰 不是這位 妳以為她是誰 我就身為主持人 我就每天見都說 哈囉 大家好 妳好 她老公Michael啦 這個也是大帥哥 歡迎 來 絕世美女 22歲那一年 然後呢 那因為很多人追求我 那我的直覺就告訴我 我一進公司 我就要挑一個 能夠靠的人 然後我就挑了一個 很資深大概 對不對 找靠山 妳剛剛不是說妳純白得上 小白兔嗎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因為怕被欺負 妳才剛進去 就在想潛規則這件事情 真的 怕人啊 然後那時候大學畢業也覺得 我可以自由戀愛了吧 以前被掛爸爸管得很緊 與其被那些 還不如找一個對自己事業有幫助的 對 所以妳找了誰 真的假的 我找了一個大概工作 在那個電台工作 大概快六年的一個 資深的攝影指導 攝子 攝子 對 攝子 長官 小長官 你們全部交往 我們就在一起了 可是跟他在一起之後 妳是有計畫的要去接近他 然後 不是 都是他們來追我的 我那時候很無辜的感覺 OK 對 他就是在萬中當中挑一個 就是這樣 大家都在追他 他就這樣 OK 好吧 那就你吧 妳不要看我現在 一臉狐狸精的樣子 我也是有純接的時候 好不好 然後妳跟那個攝影指導 其實奇怪 怎麼沒有特別順遂 因為我明明就是應徵的是 節目企劃嘛 對啊 但是她就無緣無故 我的長官 一個女生 她就會把我叫去 幫那個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財經節目 財經節目上的就是一些 財經老師 然後就是頭髮比較少的禿頭 然後也都滿臉油光 講話都會很激動 會丟筆 然後說 套勞人有沒有聽啊 妳上次講妳有沒有聽啊 什麼沒有嘛 什麼這種老師 妳都沒在聽那一個 然後她就把我調去那個財經部 叫我去 她就說 皓如妳是一個小 那個畢業的小女生 妳身上應該有帶一些粉餅 稀油麵質吧 去幫她們補粉 蛤 所以她是個人的粉餅 對 叫我拿我個人的粉餅 去幫她們稀油跟補粉 她很不衛生耶 還要叫妳拿粉餅去吸她那個老人油 我自己的粉餅 她們叫我拿我自己的粉餅去 不要講老人油啦 而且 而且最重要是妳吸那些 妳吸那些頭褲老師 吸到頭頂有時候 他們有時候還會這樣 太誇張了 真的假的 天啊 這根本就不是我應該做的事 好 那我就想說 好 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剛進來菜鳥 然後有一次他們就說 我的長官說 妳跟這個攝影組出去山上拍外景 然後後來我到了山上我才知道 我是要跟著導演 還有攝影師跟攝影助理 我就是跟他們拍日出 完全沒有節目內容 這個東西根本不需要企劃根的 對 妳要規劃太陽幾點升上來 好 那重點是我們女生出去 我們以前出外景 我們都會被安排是跟主持人一間 女生 男生 男生 結果那一次呢 我攝影 攝影 導演跟大大的攝影師 兩個人一間 然後呢 我竟然是跟攝影助理同一間 攝影助理是 然後一開門進去 然後一開門進去 還只有一張單人床 在山上 好 記得非常清楚 很冷 然後是山上的小木屋 然後裡面一開門 只有一張單人床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傻眼 真的很恐怖 然後本來他是說 他要去跟導演那一間擠 可是因為導演那一間的小木屋也不大 對啊 他們就想說 對 因為他們還有器材 他們還有一堆器材 已經拔那整個小木屋 他們就說沒有地方睡 我們兩個最後是那個助理 讓我睡單人床 他就穿著他的GOTEX的大衣服 他就直接躺在地板上 那天晚上 要肯定那個助理 他算是很有君子風範 對 他是 他沒有趁人之危 但是你們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我明明就已經有靠山了 我還一直被欺負 是不是他喜歡你的男朋友 我跟你講原來我的那個直屬長官 就是調我去西遊 我跟上山拍外景這個 他是我那個男朋友的前女友 喔 在我進公司之前 我就想一定 好容易就被黑了 我沒有調 我沒有參與過他們的過去 你沒有去 對 你不知道 他是前女友 他是我的助人 你當時那個男朋友 也沒跟你透露這件事情 當然不會講 他怎麼會說 我前女友是你長 當然不可能講 而且公司也沒有一個人 會去繳這個局 趙子要放量 進去之前要先打點好 可是你看你是被你的長官 對不對 我那個時候是在做外景節目的時候 那一趟呢 反而是被比我還要菜的人弄了 他已經 他在外面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然後那一次的外景 是要去某個海島國家 然後公司就說 不然阿松你比較常出去這個 然後他剛加進來 那你就告訴他 該做些什麼事情 他去安排 然後你幫忙負責看一下 因為我手上還有自己 正在進行的東西 我說好 那我還記得出發之前 看完Round Down 出發前一個禮拜看完Round Down 我說你新找到這個景點 就最後一天 要去拍那個日落海灘的那個酒吧 非常漂亮 我說你找這個景點很新 他說對 我說你真的有用功 我要給他稱讚 然後他跟長官講說 這次的行程排得非常好 我最喜歡最後的那個結尾 然後我們就去了 然後拍拍拍到最後一天的那一天 那一天到那個日落酒吧 那個海島國家日落酒吧 要排很長的隊伍 我們在那個門口 看到排那麼長的隊伍的時候 我們心裡很開心 想說特董 這個地方一定是超夯的 而且我們已經深情了 拍這個景點一定賺 一定中 然後就往裡面走 一路走 所有人排隊一直看著我們 然後走到門口 警衛就開始說 你們是要幹嘛 我們就導遊出來跟他講 我們是要來拍節目的 警衛就開始翻他列列 看一看就說沒有 沒有名字在列列上面 你那個工作人員不是都搞定了嗎 對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就跳出來 然後開始問導遊 然後導遊開始打電話 給他們當地的經理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 你是到底有沒有搞好 他就當著我的面 他就開始罵導遊 導遊就一直說他聯絡不上經理 搞到最後列列列上沒有名字 我們就是進不去 那怎麼辦 最大的景點不能拍 後來是我們現場 我跟主持人 然後呢 開始想去找不一樣的店家 找不一樣的內容 我們還是把最後那一趴做掉了 但是始終沒有拍到日落 沒有拍到日落 偷拍就好啦 不行不行 因為他們真的都站滿了景點 因為它是國際觀光景點 對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呢 就開始在做剪接 然後製作人就來問 就問說為什麼後來沒有那個景點 因為袋子出來了嘛 我跟製作人說 因為當初這個旅行社他的經理 好像忘了聯絡 所以我們在現場 旅行社還找不到人 找不到這個經理 然後老闆就說 好啦 那你們最會怕的內容 看完之後 他就說還不錯 最起碼我們有補救回來 很驚險 很驚險對不對 然後呢我就到了剪接室 去開始做我的事情 結果沒想到從那天開始 連續三天 每天都有來問我說 阿松那個外島節目 怎麼會弄成這樣 每個人來問我 到第三天的時候 第六個人 第七個人來問我的時候 我們Team沒多少個人 十個人左右 幾乎都來問一輪了 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每個人都來問我 因為跟我一起去的那個 T次比我低的那個 到處去說是 我沒有聯絡好 好 是他在聯絡的 可是回來以後呢 他卻講成是你在聯絡的 我沒有聯絡好 然後沒有拍成那個日落什麼東西的 是我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因為你沒聯絡完 你辦事不老 對 問題是他很聰明 他是等我跟製作人講完了 所以製作人不會來問 他才去跟其他下面的人講 其他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他們還是基本上比較信任我 所以才會來問清楚 那後來你跟那個人有沒有對直 你有沒有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講我 我還這樣子帶你不飛 我沒有去跟他對直 他不會對直 他會直接在節目配音的時候 觀眾朋友 這一次沒有拍到這個日落餐廳 這個沙發文件的都是因為 因為我一個菜鳥的工作人員 聯絡沒中 犯事不老 直接好多老 不要做事 說的都怕死人 做的都笑死人 好笑 沒有 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手上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然後又忙著做節目又忙著配音 我真的就不管他 然後後來所有的人就知道 只要跟他出外景都要小心 對啊 你就是不懂潛規則 當時要跟你們那個攝影指導 就在一起交往就好了 真的 又去攝影 看我們攝影指導是哪 真的 我跟皓如一樣 剛進媒體圈的時候也是 然後我就是很菜的時候 被人家衝糠 真的很菜 你在媒體圈之前是那個嗎 空服員 空姐 然後你知道女生這種事情就是很 就是我不會去先跟你們打招呼 就是一個很錯的一個事情 就沒有去跟我們主播的長官 先去那個阿姨沙自己下 然後他就一開始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完全沒有經驗 你一來一年你就可以播 他就覺得你一定是使了什麼 小手段這樣子 懷疑你 然後大概播了兩年之後 我都是播早報 早報就是你四點半要到公司 然後那就是像鬼城一樣 都沒有人 四點半 成天新聞四點半就要到了 要到 然後要說話 那你有這個體力 你為什麼不去開永和豆漿就好 對齁 沒有 我那時候覺得沒有人生 就是你 有時候朋友又要約聚餐 唱個歌 我都說不行 要回家睡覺 你每月早上四點半 四點半要踏進公司 然後要看報紙 要修稿子 好 這個時間過了兩年之後 我再也受不了了 然後有一天 因為我自己那個腸胃都壞掉 胃潰瘍 成天新聞四點 是你報完以後 就回家睡覺了嗎 還是 沒有 我們就是記者 他整理明天的新聞 跑著 我播完之後我還要跑去 還要跑新聞 還要連線 連到六七點才能回家 洗洗睡又來了 那難怪腸胃會出問題 對 然後我就有一次 就比如說玉琳哥是長官 然後他就看到我臉色發青 因為我那天是胃痛 然後硬要撥早報這樣 然後他就說 你還好嗎 你臉色很難看這樣子 然後因為難得有人關心我 平常都沒有人 結果他一這樣講 我可能也是肚子痛 然後就大豬小豬落一盤 那個眼淚就滴滴答答就流下來 也感動 因為有人這樣子關心 難得 真的是覺得很感動 然後那時候好死不死 那個女長官就飄過去 哎呀 像個女鬼一樣 對 他跟那個孟姨法師一樣 就是 沒有腳的這樣飄過去 很有畫面 對 然後其實我余光有瞄到他 然後我就整個背就一涼 想說死定了 因為我剛好在對一個男長官就是 掉眼淚 他以為你們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對 然後我就說不清了 然後果不其然 因為我就是哭說我不要播早報 我只想當記者就好了 我想要過正常人的生活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 我是跟他講我不要再播了 結果我沒有過一個月 我就被調到五報 事情就大條了 那是好事啊 五報是第一次 因為我卡到了那個 長官的位置 你說那個飄過來的那個嗎 對 所以他本來是冒五報的 然後後來你就被調到去 對 有一陣子 我就播了他的時段 很大 因為我有播了 沒有 他有被調到別的時段 但是後來耳語傳到我 就是這邊是很可怕的說 我就是綠茶錶 然後去爭取呼報的時間 然後還 就明明我們是站著聊的 我跟玉琳哥這樣講 他說我坐在他大腿上 坐在他大腿上 他就看到我坐了 因為現場根本沒有椅子 我為什麼坐 然後沒有 然後後來我又再去很 就是沒有哭 就很冷靜的跟長官說 我不要播了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又從那個位子 退回去早上的位子這樣子 你不要以為職場上只有女生跟女生之間 會有一些這些小問題 你看問一下Michael Michael 其實男生也是蠻嚴重的 男生也有很多這種 對啊 像我那個 第一個工作 我是在那個韓國的外商公司 對 那個老闆就是韓國人 然後那個韓國人他們很喜歡 在下班的時候 就是找大家那個同事 喝酒 啤酒 吃炸雞 然後裝親切對不對 對 那你有坐他的腿上嗎 是沒有啦 對 就有一次在那個唱歌嘛 唱歌的場合 這個老闆也很大氣 就對所有的那個下屬就說 其實我們是一家人 大家一條心衝業績好 我問好 好 好啊 然後這個老闆還多好 搭著我的肩膀 然後我們唱著那個朋友那首歌 就是感覺下班了 我就不是你長官了 大家就是 朋友 一家人 韓國人很愛搞這一套 對 我那時候就好傻好天真 深受感動 所以我就搭著我這個長官的肩膀 就叫他的名字說 我們這個一定要加油 結果這個老闆一秒變臉 他就說你是什麼卡 然後直接 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 他打你 直接一拳 你意思是說 比如說你就沒有叫他玉琳哥 你就答案他說 玉琳怎麼樣 玉琳啊 大家一家人 你什麼卡 對 一拳就打在我的肚子上 真的假的 我們那時候真的是滿腹委屈 真的 太誇張了 但是 對 但那時候因為我考慮到 我未來的老婆 所以我就忍了 然後想要保住這份工作 因為你知道嗎 要結婚之前沒有 如果沒有收入沒有薪水 對 我忍了 就第二天那個主管 他真的有發電郵 他有發電郵跟我道歉 因為他還是 確實就揍了我一拳 當然怕你告他 還是可以告的 但是道歉是道歉 我忍也忍 但都沒有用 我在公司還是黑 因為他們就說我沒禮貌 因為大家看到你 踩到那個韓國號 就要搭配 因為好像 對 因為好像後來同事 就跟我說韓國人 他們就是 備份啊 有沒有 他可以搭我肩膀 我不能搭他肩膀 不行 你還直呼他的名位 他跟你輕鬆 你不能當隨便 沒錯 就學到一課 對 還是有一些東西要注意 我們有時候在公司 是這樣子 我們背後會叫老闆的外號 那我們公司 那時候那個老闆 他在背後都叫他 老什麼意思 改掉這種習慣 就老猴 老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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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老猴子 現在在看電視的人 千萬不要有這種壞習慣 因為你有一天 你有一天 這不是小話的問題 有一天你就會 在他面前說 溜嘴 有一次開會 很難留回來 不會 我知道這個我知道 有一個 我開會 那個老闆說 玉琳 你氣壞能力我非常質疑 你這樣設計 你覺得藝人會買單嗎 我說 你不要這樣講 我整個臉色大便 我剛剛說什麼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完蛋了 他怎麼變成問題 你就假裝沒事 他臉抽動了一下 這個是 真的是 常大聲 他要莊莊沒有聽到 可是我知道他聽到了 對啊 這種事情真的發生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統計了 這個百位職場網友的工作經驗 幫大家列出來職場生存法則 因為大家尤其這個新人 出入社會一定要了解這些法則 我們來看 第五名是什麼法則 然後我就穿著 非常短的百折裙 還是女學生的 黑短百折裙 他的菜 我蹲著寫大字報 他在這邊 我在旁邊 怎麼這樣翹起來 這樣寫大字 然後 納豆到現在還 對我 我已經夢見 好久不見 新年熱炒店 統計了這個百位職場網友的 工作經驗 幫大家列出來職場生存法則 因為大家尤其這個新人 出入社會一定要了解這些法則 我們來看 第五名是什麼法則 有美貌會打扮 就搶贏了一半 真的假的 這一定是的吧 這個我們要問 楊皓如是過來的 美燕的皓如 真的 真的假的 絕世美女 可是不是長得漂亮會被弄嗎 所以我覺得要看人 就譬如說 如果這個節目 是只有玉琳哥一個人主持 這種對他來講很吃香 但如果我當然 在你面前搔手弄汁 我可能一下就被弄走了 不會啦 我不會弄你啦 我會說那好 那你來吧 好可怕 所以這要看人 那我那時候就是會對男藝人 或是我們採訪的對象男明星 用這一招真的很好用 稍微穿得辣一點 裙子短一點 對採訪是有幫助的 不只採訪做節目 我那時候做一檔納豆的節目 他主持一個娛樂新聞 對 豆哥 然後我就穿著非常短的擺摺裙 還是女學生的黑短擺摺裙 超短 好重喔 皓如 我跟你講 我還不是說穿著擺摺裙 站在旁邊 我蹲著寫大字報 我還在這邊 我在旁邊屁股 整個這樣翹起來這樣寫大 然後擺的裙不最後就往後縮了 對 整個飄起來 納豆到現在還忘不掉我 對我回音夢籤 對 納豆現在每次看到我還說 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生小孩 我腦中還是你在穿短裙寫大字報的樣子 念念不忘了 他那時候就是覺得 只要有我錄影 他心情就會很好 所以我們只要有 譬如說娛樂新聞有要出專題 然後有一次 他是找他的好哥們朱孝天 他們兩個要一起去金山衝浪 要做一個這樣的專題 納豆就叫我跟他們一起去 那你去了嗎 就去啦 我就是企劃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去 但是在一整個過程 他們兩個男生就把我捧得像公主一樣 我簡直就不是工作人員 就他們就自己點餐 自己端菜 然後自己說這應該怎麼樣 就叫我休息都不要弄 好好喔 那是你天生有這個條件 真的 所以就很吃香 這個好像真的有用耶 真的嗎 其實你們剛才講的都是演藝圈嘛 對不對 電子業好像這個小小的 也是有用耶 電子業的女孩很辣嗎 電子業你知道 女孩不多 不多啦 對啦 所以稀有動物 對 就是不多 那我們之前有一個女業務 那女業務 其實就是電子業穿著就會比較樸素 就可能就是襯衫嘛 那襯衫的時候平常沒什麼事情 她的扣子都扣到最上面這一個 合理喔 可是很奇怪喔 很奇怪喔 只要有一個 國外來的阿多阿 阿多仔來的 總公司的 總公司的長官嘛 一過來 奇怪這扣子啊 就自動 就少了兩三個出來 只要就老外一來 看客戶重要性啦 如果是 如果是經理來就解一顆 如果是總經理來就兩顆 總裁來就三顆 類似 類似 然後她其實她營養也沒有很好啦 但是就是她就是扣子 就是往下遞結 很願意拆 我跟你講阿多仔喜歡這種的 這個是真的 我之前看我朋友 她在買那個賣紅酒的 在台北展覽 然後她的女朋友啊 也是台灣的女生 她也沒有特別的豐富 可是她只要是有阿多仔來 走來喝酒的話 她會先打開兩個 然後這樣我發現比較多人 會停下來沒錯 阿多仔是不是喜歡 我們一般不覺得很辣的 她喜歡那種譬如說 因為台灣人 乾鳳眼啊 有韻味 對 有韻味的 瘦瘦的 台灣人從上要大 所以阿多仔不吃大這一套 沒有 他們就 因為可能因為阿多仔 在國外看太多了 因為我們就是看到那個阿多仔 每次只要她扣子解開來的時候 那個阿多仔的視線就 一直不知道在找尋什麼 你知道嗎 就從那個縫隙想要找尋什麼 找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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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因為她沒有滿嘛 但至少沒有 然後他們會看著看著男男自瑜 又乳狗就沒有帶狗 什麼東西啊 有乳溝就沒帶溝啦 沒有乳溝 可是就是我們就看不懂 就少了這兩顆後 後來平步七年 真的 後來就當上台灣區的那個小主管 我們都要report給那個女孩子 台灣區的整個主管 那不得了 對 我們report給她的時候 她還是扣到這裡 對你們沒有興趣啦 所以她扣到這裡啦 難怪人家說事業線 那果真是有道理 對 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建商 他也有一個國外的那個業務 但是那個國外的業務 他也是一個像你說的 很漂亮的 然後他在公司裡面 卻不會講英文的 可是他只要開在這裡 然後那個國外的客戶 比較會買房子 所以他們後來決定留著他 然後還多請一個翻譯 為什麼 為了他請翻譯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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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當然希望說 在職場上女孩子被矚目是因為能力 所以女孩子們要加油 OK 來 我們來看第四 是什麼呢 就是找到公司的keyman 建立良好的關係 對 找到keyman真的有用嗎 我們來問一下 是我 因為經過了那一次教訓之後 我發現做人比做事重要太多了 然後我就在 有人緣 對 從一個組要換到生活組的時候 我就趕快調查每一個組員的喜好 然後keyman也很重要 因為就是那個生活組的長官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長官看起來好冷漠 女生 男生 男生 就是一個中年大叔這樣子 然後也不知道他喜歡什麼 所以我就跟浩如打聽說 我們長官平常就是有什麼興趣或嗜好什麼 感覺很難聊 我會這樣聊不起來 然後他說你不知道 他以前可是 什麼什麼的偶像團體的歌手 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 他是偶像歌手 但是因為後來可能年紀大 就淪落到當 偶像歌手 可以你暗示一下是哪個團體嗎 真的假的 男團嗎 男團嗎 應該是還不錯 就很有名的唱片公司 推出的一個偶像男團 那是有名的團體嗎 那個團體 因為年代不同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 玉鼎哥可能知道 等一下寫小本本 你不要講出來 還好 在我那個年代也算沒名的 真的嗎 對 然後我就 當然還是男團 對 然後他們就說 他最喜歡聊他的風功偉業 過去的那些 風功偉業 風功偉業 但是我又覺得說 你拍馬屁這種事情 你不能太刻意 你不能說 我以前就很喜歡 就是太假了 然後我就一直在等時機 然後有一天我去報稿的時候 就一直不過 一直不過 他說你這個題目太爛 再回去 然後我就看到 他的電腦桌面 就是當時他發那個唱片的專輯封面 好 機會來了 然後我就說 天啊 你該不會是 就是什麼什麼團體 然後裡面的那個誰吧 我就覺得你很眼熟 我一直覺得你很眼熟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他認出他的人不多 對 然後他眼睛就為盡量 你怎麼這樣講 真的 畢竟他不是5566 好像演示 沒有 可是他年輕的時候 真的還滿帥的 就是那種偶像歌手的那個樣子 能入選男團 一定都是帥的 對 但後來就有點發福了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聊 他就開始噼哩啪 滔滔不絕說 對啊 以前我們就是什麼 坐保姆車 然後發唱片 然後到世界各地怎樣怎樣 我就說天啊 你們以前真的很紅耶 然後就播他幾句 我跟你講之後順遂的不得了 我要報什麼稿 沒問題你去做 放手去做 沒問題 都OK 就順 然後更厲害的是 因為我們生活主 常常要去跑那個颱風嘛 什麼什麼 我從來沒有跑過颱風現場 好好喔 就是因為你嘴巴要很甜 會撥這樣子 什麼新聞都會過 他連抱他自己阿嬤 七十大壽都過 沒有 沒有啦 就是很順 OK 對 軒軒 對 但是亦凡的這一種是 就是是長官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Keyman是 因為我之前也是記者 但因為我之前當記者的時候 很常出差 出國出差 你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你回來就要報仗阿 那你有一些雜資阿 計程車費 你這時候要拔乾淨的人是誰 是那個財務部 財務部 以及人資部 因為管錢跟管理的價 對 對 因為你知道 那個那些東西都很麻煩阿 萬一你平常沒有在 你知道管理他們的話 他們就是可能會 你這個雜資為什麼你坐計程車要這麼遠 還是為什麼要那麼貴 你寫不出來阿 對啊 那你就不能報 你知道我很常 像比如說美國的計程車 其實美國不是都要給一點那個小費 小費 那小費是沒有收取的 報仗阿對 對 所以你知道很常我只要去一趟美國出差回來 都自己花自己的薪水 對啊 那你這時候你就是可能我出國 或者是記者會會有一些小禮物 你就是一定要想到他們 有什麼好吃的好玩的 因為我以前是跑3C手機線 你知道這種新聞 以前手機還很行 搶不到iPhone的時候 你知道先立刻問他們說 欸 姐那個 我最近應該是可以跟某某電信先 預購留兩支 你要哪一種型號 可是你要送他嗎 還是他自己買 不用不用 預購啦 幫你預購 Service 別人搶不到他第一個先拿 他就會覺得特別有面子啊 那下次 因為你知道像現在這種新聞部的行政 他們都有權利 可以跟長官說 最近哪一些女記者 跑新聞跑得不錯 有機會可以試播 你就可以 比較多曝光的機會 對 你有這樣子要這樣子拍嗎 有 因為一個公司裡面 就是一頭還有一頭頭 有小頭有大頭 可是你漂亮啊 對啊 我就是說我遇到那種女生長官就沒轍 我之前在 我之前在香港來的那個壹傳媒裡面 他們那時候很多很多的長官是香港派來的 我的直書長官就是一個女的五十幾歲 沒有家室 她在台灣也沒有家人 她就是在台灣 所以她在台灣幹嘛 孤獨 每天就是在工作 每天就是在想說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就是在叮 完全沒朋友 完全沒有私生活 這種很可怕 因為她沒有私生活 她就每天叮妳 然後她就覺得說為什麼妳有私生活 對 然後如果妳叫男朋友妳漂亮 她又討厭妳 對 所以妳說我那時候 對然後她就覺得為什麼 像我那時候就剛好遇到我新婚 然後懷孕 她就反而會更派我去山上 去半山腰 有危險的地方 去讀李威 她叫我陪李威拍戲 妳懷孕耶 他們在山上拍戲 對 她就說 我就說可是我 因為我會不舒服這樣 她就說 妳懷孕 為什麼要我們大家來承擔 那是妳自己的事情 妳決定 那是妳的事情 對啊 妳為什麼要我們全部來承擔 妳該做什麼就是做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困擾 但是那時候我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最大老闆 是黎智英 然後你知道我知道黎智英是一個 非常注重家庭的人 她的辦公室裡面 全部都擺著他們家人的合照 然後她對她的公司的員工 也非常的照顧 她可以讓你們無限的來回飛香港 只要你們想要回去看家人 隨時都可以 就是公司出錢 有一次我就在電梯孔碰到了黎智英 我就趁機跟她講說 老闆我懷孕了 我有寶寶這樣子 然後老闆就看著我就說 她說 不要乖到我頭上了 不是我呢 不是我呢 不是 你們這種人我看多了 要忽略到我頭上 沒有 她很溫馨 她就說 她就說恭喜妳 她說寶寶是禮物 對禮物 然後她就說 妳現在在哪裡 做什麼部門什麼 我就說我還在跑新聞 但是我希望 還是可以輕鬆一點的 然後把它生下來 什麼的 然後黎智英就說 沒有問題 我幫妳處理 妳今天等一下吃完飯開始 就不用跑班了 然後她就開了一個 時尚的節目 然後找了製作人 來跟我一起 做了一個時尚的節目 時尚的節目 我就整個也是調別的地方去 然後不用再採訪了 然後只要每天去看一些 漂亮的東西 所以長官也不是那個女生了 所以妳就根本不用去對 那個不對的人 她不懂 妳要對一個有決定權的人 對 她是隊員工非常好 幸福企業 好好好 OK 我們來看第三 是什麼呢 第三原則 訂便當也可以讓老闆記住我 訂便當也可以是不是 你知道嗎 經理在那一瞬間就 妳就是那個阿 阿松 從那天開始 節目部經理知道 這個節目有個人叫阿松 我們來看第三 是什麼呢 第三原則 做事一定要讓長官看到 來 做事沒有用 要讓對的人看到 很多人的傳統觀念是說 我們就是好人會出頭天 對 就默默地做 努力做 那老闆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 後來事實證明 老闆的眼睛都 對 可能要邀一些功 應該這麼說 因為老闆其實他是管大方向 他不管小細節 對 那我在外 我以前在做外面的那個外景節目的時候 更早 剛退伍的時候那個外資公司 我每天進公司 就是打了卡之後 開始想要做什麼道具 然後去申請經費 然後去跑道具 回來之後就在那個 我們那時候公司沒有很有錢 我們是在那個大樓的大 大樓的中庭 我在那邊鎖道具鎖螺絲 然後測試 甚至還拿那個浮板去那個游泳池試 我這樣苦幹實幹五個月 我都沒有加過心 然後呢 我後來才知道 隔壁跟我一起來的那個人 每天都坐在辦公室裡面 他就是寫寫一些標題 然後幫忙想一下下段預告的標 他已經加了兩次心 他是男男女 男男的 我偷偷地去問會計 因為這種會計 會計說他每天都在辦公室去問老闆 老闆你覺得這個標怎麼樣 老闆你覺得這個下段預告 這個掐得好不好 老闆面前有存在感 對 我在樓下坐得跟狗一樣 38度在外面曬太陽 因為老闆不會去38度曬太陽 沒錯 他就不會知道你幹了多少個 是 我從那一陣子之後呢 我就知道我每天要跑道具之前 你把道具拿去老闆的辦公室 在那邊喬喬打打 我把樓四擠子給他 沒有 我是跟老闆說 老闆 我這個剛剛去請回來了 他已經說過了 我可以去申請錢了 但我覺得讓你看一下 如果萬一你覺得這個效果不好 我還有哪個地方可以改 從那天開始 我每一個道具我都讓他看過 我每一個遊戲我都讓他知道 然後我下去做 做完之後成功 還要跑上來大喊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這個道具可以煞車 這個道具可以 你知道 我從第五個月就開始加薪了 很重要 你看要有一些方法 對 他說講這個方法 是相當的實用 還有一個 這個是苦幹實幹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我沒有想過 原來訂便當也可以 讓老闆記住我 訂便當也可以是 我進了公司 然後開始那個公司的部門很大 然後公司就是除了製作人上面 還有所謂的經理 還有協理什麼的 對 然後我一直記得就是 我很會找便當 因為我覺得難吃便當太痛苦了 對 已經這麼辛苦上班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有限的預算車好這便當 我呢就會騎著摩摩車 去跑道具的時候 順便看哪一些店家是在排隊的 我會把店家的名片拿回去 然後打電話願不願意送 然後幾個可以送 然後怎麼樣 所以我訂到的便當 後來是我們整個節目部裡面 便當最好吃的 這很重要 有一個下午 一樣像這樣錄一整天 然後我們節目部的經理 就偷偷跑過來 那個誰啊 我可以跟你換一下便當嗎 我拿兩個換你一個便當可不可以 他是我的長官的長官喔 我就說你想要換 為什麼你不吃那個便當 而且兩個 他說你的便當是這裡最好吃的啊 我就是要換嘛 不能換是不是 我就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經理如果你可以叫得出我的名字 我就讓你換 換兩個換三個 我以後專門幫你訂便當 有沒有 你知道嗎 經理在那一瞬間就 你就是那個阿 阿松 從那天開始 節目部經理知道 這個節目有一個人叫阿松 真的 然後他甚至還會跟會計說 今天開會 去跟阿松拿便當本 對 所以 所以在職場上還是要那個 表現自己 對 在製作單位會訂便當是真的很重要 對 很重要 第二個原則 主管交代的是永遠要擺第一 對 那這個一定的啊 真的 真的是一定的嗎 這個是我慢慢學會的 其實一開始我們 像我們義大利並不是這樣 我一開始加了這個那個 3C的公司的時候 那個老闆他就是把我加到 全公司的那個LINE的群組裡面 我是滿高興的 因為他一定是要讓我認識其他人 還有跟大家當朋友 對 但是我就是沒有太離那個群組 結果我就是下班 就是該下班的時候 我就是想要離開 我離開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LINE的群組晚一點 他開始發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 那麼晚還發 好吧 那我就把它關掉 蛤 怎麼會這樣 我下班啊 在義大利是這樣嗎 下班就下班了 國外是這樣子 我們義大利沒有群組 國外下班是下班 而且國外 你知道在國外 他們不跟你群組 而且在美國啊 他中午放飯的時間 兩個小時就是我的時間 怎麼可以這樣 老闆打給我 我可以不接 這是人權的問題 是真的嗎 對 不行啊 等下等班再打卡就好了 這在台灣沒辦法 這在台灣應該 你會永遠找不到工作 對啊 在國外是這樣子啊 國外是這樣 所以他就不熟悉 然後呢 後來 就是我都把它關掉啊 然後我想說 反正明天我在上班啊 我在看啊 對啊 那我就是隔一天啊 就是那個 有一排東西啊 那老闆問 你有看昨天的那個 裙子的東西 我說沒有啊 為什麼要看 為什麼要看 我下班 我現在到公司 好 那我現在看 然後我就開始看 然後他就是 反正越來越不爽 我這樣我跟老闆 還有其他同事 他們也開始抱怨我 對 對 那我就發現啊 就是有一次老闆 他自己 十二點多打電話 給我手機 晚上 晚上十二點 因為我沒有回 可是他說 子龍你真的要回 你現在回 不然我覺得你真的不適合 在這邊上班 這是真的 這嚴重 所以我就會說 有那麼嚴重 好吧好吧 所以我就從隔一天 我就是開始回復 到十點多 真的 所以超過十點多也不行 我就基本上不對 好 我們來看這個第一個人 第一個法則是什麼呢 來 真的假的 一凡我看你應該是 甜嘴一組吧 因為我以前真的不會 但我後來就是比較會了 我以前當空服員的時候 也是菜鳥 什麼事都要先搶著做 你讓他扛行李 姐姐我來 然後那個一個箭步 就要幫他扛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載到那種 就是那種直銷那種金鑽的 等級的一群人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被公司招待 一團 然後去Ancourage 然後就旅遊 就是大家就很興奮 去Alaska 然後就不睡覺 你知道嗎 就是整趟就在那邊 就是一直要買免稅品 然後很開心這樣 然後這時候就肚子餓了 你知道空服員最討厭 就是你們在睡覺的時候 不睡覺 在那邊叮咚買免稅品 叮咚我要什麼 福克牌 叮咚我要 對 完蛋 最可怕大魔王就是泡麵 因為泡麵太香了 那個香味一飄出去 整個經濟廠都會跟妳要泡麵 那個泡麵的香味 比那個病毒在傳播還好 真的很可怕 然後因為他們有些叮咚問姊姊 姊姊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這一趟沒有泡麵 他就不想要發出去第一碗 你知道嗎 但我不知道 我就很傻 我就被第二個叮咚就說 我們要泡麵 我就說好馬上來 是定了 就是姊姊跟客人說沒有 然後 對 我送完了一個 然後姊就這樣白眼完 我說妳是白馬嗎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姐妳先去睡 因為我們有那個輪學 我說妳先睡我來送就好 結果我就那一趟 送了幾十碗的泡麵 然後妳送完還要收 所以我整趟那個十個小時 我是沒有睡覺的 但是還是被他嫌到不行 因為他覺得說 你假的 你假的 你讓我們大家都很累 然後因為為什麼我感受很深刻 是因為我們是到安格拉茲 那邊非常冷 是下雪的地方 然後我那一趟是被抓飛 抓飛的意思就是說 你帶著行囊去公司 你不知道你會飛哪裡 那個叫抓飛 你沒有帶衣服 我沒有帶後外套 然後我還穿短袖的制服 那這蠻嗨的啊 哪裡 很冷耶 可是可能一下去 就要花很多錢 要買個羽絨衣什麼的 然後妳怎麼會穿一次 對 通常這種姊姊 看到妳這樣很冷 就會拿外套或什麼給妳穿 你知道我那一趟 我一出那個機場 我看到下雪我就傻 因為我第一次飛 然後冷到不行 然後沒有一個人要給我外套 就排擠妳 對 然後 對 在安克里覺得四個晚上沒有人找我出去 你知道那個時候心情就 好孤獨喔 收散 就是鼓勵他這樣子 後來就知道說不要假了 後來就懂了 對 大家要團結 對 要團結 實場真的比較複雜 這個上班很多NG行為就不要去做 那很多那個會受到肯定的 像我們剛剛列表這一些 大家不妨就參考看看 但是除了行為跟講話之外 很多這個幫助自己這個上班運圖的這種 這個心機小物 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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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併都介紹給大家 很多這個幫助自己這個上班運圖的這種 這個心機小物 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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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併都介紹給大家 一帆 對 因為我現在就是 就是經歷那些心機變比較重一點 就是比較會自我調整 那我因為我的工作其實都不是那種朝九晚五的 什麼空服員要紅眼班機 然後當主播四點半要進公司 其實長期下來我的身體時鐘是非常亂的 胃不好 對 然後胃不好 然後狀態不好 然後睡眠也非常差 然後加上現在年紀又到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的肌膚很多問題就你知道浮上檯面來 就是紋路啊 暗層啊 鬆垮啊 然後今天我為什麼 對 我會講這個秘密武器呢 它就是琥珀霜 這聽起來很厲害 怎麼換這個霜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裡面 你會很驚訝 因為它裡面 就是琥珀霜 對 然後琥珀應該算是一個 好特別的顏色 好特別的顏色 對 它是非常珍貴的 對 它就是要在地層底下 很 像萬年 億萬年 億萬年才會寫 天啊 人家出什麼鑽石霜 你這是琥珀霜 然後這個琥珀霜呢 其實在諸羅紀公園有提到 就是琥珀它可以封住那個 就是恐龍的血液 對 對 所以它的生命力跟修復力很強 對 那這一款呢 其實它的劑型有點像凝霜狀的 然後你猜上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就是你的手指碰到肌膚 你會覺得很嫩 然後慢慢變油變水 然後就立刻吸收到裡面 它的質地會改變 跟著你的體溫 對 然後是非常快地吸收到肌底層 而且它這一罐裡面 有1億7千萬個維針分子 可以把所有的養分 就直接帶到肌底層 而且它的分子 小到只有法斯的千分之一 而且它這一罐裡面 不但有這個琥珀酸萃取 還有非常頂級的 像是白松露萃取 還有其他的修護成分 然後全部都吸到你的肌底層 然後從那個肌底層去修復 你外在的這個樣子 哇 從內 修復 因為像我以前就是很容易累 然後看起來長官就說 你昨天要去哪裡嗨了 我就沒有嗨 因為我們就沒有人生以前 但是我現在擦了這個之後 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急救性的一個保養 因為其實我們有時候 兼顧家庭跟工作 就是其實你容易疲態 但是像最近秋冬轉換的時候 我很容易肝癢 然後會有紋路出來 我就用它來急救 立刻就Hold住了 Hold住了我的輪廓線 Hold住了我的蘋果肌 就是整個Q彈起來了 真的 對 然後其實在法國 很多女人都會用這個琥珀 因為以前是琥珀比黃金還要貴的 對 以前那個琥珀 很稀有 一小塊它可以買一個奴隸 就是它的價值是大到這種程度的 對 然後其實在琥珀 以前是貴族才能用 像我的偶像那個蘇菲瑪索 它超漂亮 然後對 它的那個皮膚細緻狀態 它也是用琥珀的這個保養品 但它這個是針對亞洲女生 所設計的一款保養品 所以亞洲女生就很適用 再來就是它四季都可以用 因為我剛剛講它是急救 你秋冬它可以立刻補水 可以修復之外 其實它那個春夏 它也完全就是不會黏膩乾 對 然後就很多 很多人就說 可是雙狀好像覺得是 你就是用完它之後再上妝會有屑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太豐富 然後你就會搓出那種白白屑屑 你濕濕對 對 它完全不會 因為我是用完它 然後再上我的隔離霜粉底 完全一整天很服貼 像我們的時候錄一整天 我是中間要補妝的時候 我會先擦它 再補妝也不會強碰到 很貼妝 對 然後我今天是全素顏的狀態 你全素顏 我只有畫眼妝 我看不出來耶 可以摸一下 浩如幫我摸一下 我今天真的是全素顏 而且這是我史上頭一遭全素顏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效果太好 那我就是沾一點點 它就可以全臉吸收 然後你就是稍微按摩一下 然後針對輪廓線的部分 我會用這個 按摩 對 去提拉一下 對 全素顏 就是整個那個 蘋果肌 這個叫做爪子 就是變成這樣 對 這樣子去弄它 然後你就會覺得天啊 它吸收得也太快 大家可以試試看 浩如你可以試試在手上 你會發現它劇情的轉換 跟它的吸收率 真的就像磁浮列車一樣 整個吸到基底身 我覺得你現在插了這個右邊 你的氣色就完全變得紅 我現在是都素顏 但是因為我右邊有上這個 琥珀霜 大家看一下我的狀態 好 來 我們定拍來 截圖 截圖 再截圖 而且你的右臉 有比較小 有比較小耶 對 就比較緊 你看它左臉跟右臉 對 它的右臉 左臉也很好 可是蘋果肌 有一點點掉下來 對 你那邊就是上去了 不是掉下來 就是很可愛 還是有蘋果肌 你知道蘋果肌整個掉下來 不是 右邊有差 右邊有差 你剛剛說整個掉下來 我聽的金屬 你聽說它整個掉下來 比較累 右邊比較有精神 今天睡很飽 整個都醒來了 對 但我一直都是這個牌子的粉絲 然後它這個膠囊超好用 就是我們常常去旅遊或出差 它其實一顆膠囊就可以用一整張臉 然後你出外攜帶非常方便 然後你用完這個之後再用這個 真的是無敵耶 超好用 天啊 所以現在只要上網買 你只要打琥珀霜 就可以很輕鬆找到 了解 所以早晚都可以擦就對了 都可以 男生也可以 這個很重要 因為在職場上在工作的時候 看起來很年輕 很有活力 很有氣色 這個人緣就會好 所以這個是 上班可以讓自己的這個 上班的前途更好的一個 人緣增加 所以它這個是怎麼樣 它晚上有分晚霜跟早霜嗎 還是 因為其實它只要一瓶 不管你是早晚 不管你是春夏秋冬 其實這一瓶都可以搞定 它很方便耶 這個女人來講 因為她太忙碌了 對 有的時候太多批批罐罐 你覺得很煩 對 還滿值得推薦的 謝謝你的這個推薦 浩如你有什麼好法寶 我跟你講 做辦公室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很喜歡 回到辦公桌上 就換拖鞋 對 或者是就把那個球鞋 高跟鞋都換下來 對 那我自己呢 除了換拖鞋之外呢 我其實很喜歡在辦公室底下 裝個夾草皮 夾草皮 我跟你講 然後你根本連拖鞋都不用 你的鞋子就脫掉了 拖在旁邊 好累 然後就這樣踩在這邊 就這樣踩著 就感覺自己在大自然 然後自己泡一杯奶茶 放在旁邊 放說休息一下 你就有幻想症 不然你直接踩在辦公室 地上也是很髒啊 對不對 然後你突然就這樣直接這樣 然後你前面 種一些仙人掌 花花草草的 就是一種視覺 可以 肌膚的享受 我們以前電子業 就最缺這種 漂亮女孩子的照片 所以我都會在 電子業 那個 這個應該是算比較保守的 也不是 但是因為她主要 她是一些那時候 那個時期比較知名的 一些女藝 她們是誰啊 她有穿衣服嗎 都是我在 都是我在當記者的時候 幫她要的 她有署名她的名字 她有署名就好了 其實這個除了 李玉芬跟瑤瑤 李玉芬跟瑤瑤 還有孫芸芸的 對 那這個其實那時候 我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當然你看的時候 你可以很開心 那其實在男同事 比較多的地方的時候 她也是有很大的加分 可以炫耀一下 可以炫耀一下 To Michael 你怎麼拿得到這個 我老婆 我女朋友 我老婆是記者 你們想要的話 我幫你們搞一下 對不對 可以增加一些 同事間的 促進人際關係 沒錯 沒錯 所以相信今天大家聽完 我們分享這個 職場的生存法則 應該覺得收穫非常多 對 而且其實這個江湖 不管是什麼江湖 都不好混 都有一些這種方法 可以幫助你 就是升天更容易 人緣更好 然後看起來更漂亮 是的 那也希望大家在職場上 順心 都有好的發展 謝謝 大家要賺大錢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 拜拜